好,各位同学,各位朋友,我们今天继续来这一个系列 我们上一个video有讲过,怎么样做出一个玻璃感 如果你愿意再回去看一下,上一次video整个观念是可以接起来的 那我们同样来讲,各位你可以看到,先看看,这个很像玻璃吧 放大镜,你要说放大镜也行,这个好像是一个凹进去的感觉 可是你再仔细观察,其实在结构上是一样的 这里是黑的,这里是白的,你想像有阳光从这边照过来 因为它是凹下去的,所以这边会是阴影,这边会是亮起来 玻璃也一样,这边也是黑的,这边也是亮的 你看这个地方,这边也是黑一点的,这边也是亮一点的 只是这边更黑,这边没有那么黑,再过来 这个地方是纯粹的黑,它没有模糊,而这个地方却模糊 看到变化了没有,同样的结构,黑跟白 我如果这个黑跟白是一种没有模糊的,没有模糊的非常 就是那颜色,就是它那个黑跟白,它不是被模糊化的 你看起来就像凹进去的,而这个东西呢 你只要把边缘的地方把它模糊化,整个模糊过来 感觉起来就好像一个玻璃,或这个放大镜 其实你各位可以去观察一下玻璃,跟观察一下放大镜 你会发现它的结构就是这样子 这个地方假设是光,光点从这个照下来 这边缘是黑,可是模糊的黑 然后这个光源,这个点,光线在这个地方 它会有白白的,会模糊 上次我们有讲过的,如果你在这个地方加一个阴影 就更像了,那我们今天先不处理这个东西 所以各位看一下 那我们再看看这个地方,这个黑跟这个黑比起来 我故意的,这个更 这个有模糊一点点 这个没有模糊,所以你会觉得它好像感觉更更这样子 一样,这里是比较黑,这里比较不黑 你会觉得这个玻璃好像突面感更强 突面感更强 那这个刚好介于中间,有一点点黑,又有一点点萌糊感 你就会觉得整个玻璃好像比较浅 放大镜的感觉比较浅 没有像这个好像是一个球 所以决定我们玻璃感,就是它是一个放大镜 它是一个玻璃圆形的球,玻璃珠 其实感觉当然没有,决定在于你如何处理这一块 这一块不要那么越黑,越黑又变成凸 然后呢,它有一点黑,可是不是纯黑 可是这是模糊的,有一点渐进的 从这个地方往这个地方渐进感 其实有点黑,有点渐进的感 黑有点渐进感 这个地方我故意再加个白 我这边要打几个白就会更像 一样这个白也是渐进的 渐进的白,它就会变成玻璃 你要掌握这个原理,你才做得出来 这样有了解的吗 那像这个东西它就刚好介于中间 所以你会看你的视觉效果像 你会觉得一下子好像凸,一下子好像凹 就看看你焦点是怎么对 就比较容易引起我们在理解上的模糊 不过因为它还是有一点点渐成感 所以那个凸,凸的感觉还有 然后你会觉得它的凸好像比较没有那么的凸 比较像放大镜 这是我们今天要教的 这个原理我们讲过了 今天再一次的跟你解释清楚 各位有没有看到这个画面 这个里面的画,里面的内容是有凸 好像真的好像玻璃放进去,凸出来 对不对,这边有一个滤镜可以使用 所以我们今天认真讲本来叫这个 怎么样做出一个玻璃 玻璃,然后呢 玻璃的内容是凸起来的 凸起来的,那就要让你理解 你要做个玻璃,这边是黑 这边是白,这里是黑 这里是白,这边有个阳光 阳光的反射点,阳光反射点 所以这个地方会变白 阳光的反射点,看下去这边会变成黑 你去观察,有空去观察 它的结构就会是这样子 好,然后它后面的内容把它做成凸 凸,凸起来的内容 这个都有滤镜可以处理 就是我们今天要教的,这样理解的 好,然后我们就重新开始来做 新增 1920,1080 标准的,好,确定 它基本上就会是这样子 哇,要是黑跟白比较好 这个拿掉 再重新做一个档案新增 ok 1920 1080 确定,ok 然后呢,我们基本上就是做一个空白的 确定,然后我们跟它填充 这个地方有个编辑,我们填上图样 图样可以选择,你看我这个地方 这个图样,这么多可以选择,有没有 你这么多可以选择,看你要选择怎么样 图样,那为了我们今天的做 我们选这个好了 所以你看,编辑 填上图样,就会是这样子 好,就是我们这样子 那老样子,希望上次教的你还记得 来,我们先画一个圆 四十五度角拉起来,就正圆了 然后呢,我们选择的 我们选择的是 就是 先放一下,我给你看 上次讲的,希望你要记得 就是这样子 好,来 一定要先选取,一定要把它反转 各位没有看到,我现在反转是这个地方 看一下这个 这个就是 这里 看一下,是这个 黑的就是没有被选到的 白的就是被选取 我们现在变成这样子 所以等一下我们在做阴影的时候 是这边,对不对 因为这边是没有被选到的嘛 你要这样子 你要把它反转才会变成内阴影 好,就会是这样,反转就变成这样子 好,然后呢,滤镜 这个地方在解释 我上个video解释过它 可是你要反转 它才会变成在这个里面 不然它就是变成以这个为核心 在它的外面,你要把它的里面 这边就要反转 滤镜 然后呢,我们讲过的 我们在光影一定要选择这个经典版 因为经典版可以 以选取来计算 其他的这些东西 上面都必须有实际的图案 透过图案来变成阴影 它经典版是可以有 有那个选取区 我现在只是在这个地方嘛,对 选取区嘛,来做 好,那我们讲过了 这一次我们先做那个 凹下去的 凹下去的 我们X 也标准好不好 标准是4好不好 重置就是标准 4跟4 你还记得吗 我没有讲 这个边缘呢 越不要模糊 越像凹进去 概念还有 越不要模糊 所以这个都要模糊 改小一点3 颜色黑 还有透明度要拉的很高 我们拉到95好不好 就是很黑啦 不透明度嘛,很黑 这样做出来的东西就非常的像 那个没有 没有 没有模糊掉的 所以确定各位看 确定 这个功能 各位可以看到 它会自动的 在它的上面 多了一个涂层 你看一下就是这样子 黑色的涂层 你可以看到一个不见的 这就是为什么要用它 这个就很黑 纯黑 没有模糊感 是不是这样子 好,来 然后呢 再做一个 点这边 一样再做 滤镜 光影 这一个 经典 经典 倒过来嘛 变成我-3 好了 因为白我希望稍微 视觉上稍微小一点 然后模糊半径也3 颜色改成白 白色纯白的 OK 纯白 好,颜色是白 其他就不用动了 模糊也不要模糊 所以是3 很小 95 确定 有没有看到 这里是白 好,那我们现在把什么 把这个选取取消 全部选 是不是 你看 有没有像 凹进去的感觉 只是我这个 不多 所以你就浅浅的 你这个地方拉伸 都会变得更深 但你不会把它 你看起来不会好像变玻璃 它其实是一个 陷进去的感觉 所以你要它陷进去 你这个黑跟白 一定是要非常的 不要有模糊感 有模糊感 就不会形成黑跟白 黑跟白 你没有模糊感 就会变成陷进去 一旦有模糊感 就倒过来变成玻璃 倒过来变成玻璃 我们再弄一个 我们再弄一个 一样 好,很像 对不对 好,一样 这个地方出来了 我们选这边没关系 因为等一下它做完之后 会多出一个涂层出来 好,来一样 要反转 对不对 我常常也忘记 全曲反转 因为反转才会变成内阴影 你没有用反转的话 它做出来就是外阴影 阴影一般都是外阴影 所以你反转就会变成内阴影 好,然后滤进 一样 光影 这一个 经典效果 经典效果 因为我们 好,因为我们要让它变模糊 所以我们跟它大一点好不好 12 15 15 你就可以模糊掉了 面积要够大 才会有模糊感 模糊的半径25 25 对不对 好 模糊半径很大 它就会模糊掉 颜色 也不要太黑 孤一璇这边也不要太黑 模糊的时候就不会太黑 一样不透明度 我们也要往下拉 拉到80 82就好 尽可能的啊 这个地方是模糊的 也不要太黑 对不对 所以15 15 25 模糊半径 82 不透明度也是82 确定各位看着 有没有 掉出来了 它有一个模糊度 而且没有像它这样那么的黑 看出来 好,再过来 滤进 一样模糊 不是啦 光影 然后这个地方 经典的 刚好倒过来 这样子-12就好 白的嘛 -12我希望稍微小一点 不要 不要那么强烈 模糊的半径 好,一样 甚至把它加大一点 白的更糊一点 颜色 颜色 就不要那么白的这个地方 然后呢 这个842 OK 再小一点 不透明度 再小一点 确定 有没有 白的出来了 对不对 吃白的出来了 好 选取 我们先把它存起来 等一下可以叫出来用 储存为入境 就可以把这个选取 存起来 不用管 选取 把它 全部选 有没有感觉 有没有感觉 它那个 它那个已经开始 你看 这个就是 凹进去 这个已经有点玻璃感 有没有 有点玻璃感的模糊 模糊起来 那你如果觉得这个模糊的 好像威力不够 等一下 好,是不是这一个 是这一层 对不对 是不是这一层 对不对 我再把它 复制一层 就两层 两层更黑 对不对 不用担心 这一层 你看一下 这一层 对不对 这一层 四川 绿镜 模糊 高石模糊 把它模糊掉 有没有 这样子整个 整个 它那个 模糊感可能就会更强 不行 你看 它这边又跑出来了 我不要取消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 刚才叫过了 路径 我们有储存 对不对 储存在路径 所以点它 路径就是这一个 按右键 路径转为 选取范围 就是这样子 这样等一下我们在模糊的时候 只会被它限定在里面 滤镜 光影 模糊 高石模糊 那边拉 有没有 有没有做对 有 模糊 模糊 赶出来 有对吗 有 看一下 有 对吗 是这一个 点它 重置好了 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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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бог 把它拉出来 OK 确定 好 选取 把 它全部选 哇太黑了 對不對 所以把它那 崖�ak立流 不透明度往下拉一點有沒有 這裡就很黑 這裡沒有那麼黑 可是又有一點點那種 透的感覺 所以有沒有 馬上有點像玻璃的對不對 顏色變白色 這個是畫筆 這一個畫筆小小的 再給他幾個點 就很像玻璃了 看出來沒有 看出來就是 這次可能沒有做得很好 其實你可以再重複一遍 再重複一遍再模糊 就是就是這樣子 像我剛才所做的這個地方 就是讓這個地方模糊感 不要那麼黑 有模糊感 這邊沒有模糊感 這裡有模糊感 有模糊感就很像玻璃 然後現在我們要講的是裡面 裡面的這個東西怎麼樣突出來 假設這個做完了對不對 我們點選這裡 按路徑 這邊有個選取區域對不對 剛才我們存起來 這為什麼要存起來 又跑出來了 好回到這個地方 點他 這邊有一個很重要的 濾鏡 這個濾鏡很重要 這個濾鏡 扭曲 這一個 Sephylize Sephylize 應該是Sephylize 有沒有看到 Sephylize 這個地方 Sephylize 然後呢 啊 等一下 我先把那個選取區 要先把它 選取區 選取 反轉 就只有這邊 一反轉就是這裡 我選取這邊對不對 我選取這邊 濾鏡 扭曲 Sephylize 這一個 看到沒有 它是變 好像長出來了 就是這個地方 這邊有 還有 圓的 還有水平跟 水平跟垂直的以後再教 有沒有看到 他好像 拿這個地方 你看角度 你仔細看這個角度 你看那個東西 有沒有 有沒有放大 有沒有放大的感覺 放大的感覺 有沒有 有沒有放大的感覺 有放大的感覺 稍微跟他放大一點 然後這個地方一樣 這個就是沒有那麼 會縮小 還會往下縮 縮小放大 縮小 放大 基本上就會是這樣子 然後我這個 拉大一點 就有一點點放大的感覺出來 然後這個地方 看看你怎麼調 這樣子 好 就這樣子 就這個東西還要跟玻璃的那個 配合 OK的確定 好 就是這樣 其實是在這邊做 所以等一下是這裡就會有 編輯 選取 全部選 出來了 有沒有 一個玻璃 而這個玻璃呢 他裡面的內容又被他放大 有沒有 其實是在這裡 我通通把他關掉給你看 有沒有 這裡 這一個我們剛才有這個 那個把他選出來對不對 有跟他做特效對不對 好 就是這樣子 然後 對嘛 再加上剛才我們做的這個 這個玻璃 就出來了 所以今天需要教你的是 這一個地方 第一個玻璃桿出來 玻璃桿出來 這個地方真的太黑了 這個地方太黑了 就把他稍微往下拉 或者 再跟他 黑沒關係啦 你要懂 黑沒關係 模糊 再跟他模糊就好了 有沒有 對啊 娃娃要 要先把他選出來 好 選取範圍出來 就把他模糊掉 塗層 好 濾鏡 模糊 高斯模糊 好 啊不對了 要反轉 選取反轉 難怪出不來 要反轉 剛才沒有反轉 來 濾鏡 模糊 高斯模糊 有沒有 這樣子 那個就沒有那麼黑 模糊感比較強 確定 選取 全部選 有沒有 就更像玻璃了 我剛才理論就是這樣子 純黑 就變成陷進去 你這裡如果是一種模糊的 不要那麼黑 然後有一種那種 漸進的模糊感 往這邊拉 同樣是黑 不是那麼黑 漸進的模糊感 而這個模糊的面積 這個模糊的面積 如果越 大的話 越不黑 越大的話 你會感覺好像那個 球好像就是越 越遠 那個 那個凸 凸度好像越大 這是經驗值 不是學物理的 不知道怎麼算這個東西 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你懂的話你就可以 做出像這樣子 裡面的內容 也產生一個放大變化了 這就是陷進去的 凹 凹刻感 這個就是一個什麼 放大鏡 一個放大 放大鏡的感覺 好 那我們今天講到這邊 有一點長 你把理論搞懂 然後多練習幾次 這樣也可以 好 謝謝各位